今天我们很开心 见到很多朋友online 有香港的朋友 有overseas的朋友 这个是我们第二个episode 因为我们对上一次 在episode number one 4月的时候 我们就请了我们的 first lay chairperson Helen 和现任的foundation chairperson Cordelia 和我们解释了和讲解了 Marinor Foundation作为办学团体的职能 和责任 今天来到episode number two 探索一下Marinor的 past history 首先我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Christina Chan,class of 1981 现在是Marinor Foundation的vice chairperson 亦都是中学部和小学部的IMC manager 不过今日我是这一个episode的moderator 今天我们主要用广东话 所以我们将会使用坚写肯定 但我们不过中国人的观众 不过我们会使用坚写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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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我们的网站 和我们的YouTube频道 与全英文字幕 所以请留下来 所以请留下来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或任何问题 在这个节目 请记住在这个节目 在这个节目 我们将会 reverbering 到你快速实际上 towards the end of the session we will be inviting you all to join us for a big group photo so please have your share video function on by then and a little bit about zoom protocol please put the zoom on mute this is just to avoid any feedback during the session, thank you very much 好了,翻翻來 這裏,我們轉回廣東話 今天我很有榮幸也很開心 因為我們請到一個 很有份量的speaker 她就是坐在我旁邊的 Dr. Maria Lee,我的大師姐 Dr. Lee 也是Marinor Allen 她是1967年的graduate 她也是中學部 2011年至2018年的校監 當然 Dr. Lee也有很多 很精彩的故事 可以跟我們分享 亦都有些個人的 insider stories and encounters with Marinor sisters 可以跟我們分享 坐在我旁邊 亦都有 今天有兩位同學 一個就是 或者 你可以待會介紹一下自己 一位是中學的同學 一位是小學的小師妹 不如你先介紹一下自己 Hello 師姐好 Hello 大家好 我是Winky 是今年的中六 亦都是應界畢業生 大家好 Hello Maria 師姐好 各位師姐好 我是Mavis 今年五年班 今年五年班 今天真是很多朋友 我知道有近百個 registration 就是加入我們今天的 session 我們不如 事不宴遲 將個 floor 交給 Dr. Maria Lee 跟我們講一下 今天的主題 Unbreakable Ties 好 各位 你好 不要這麼方式 叫我做Maria 就行了 好嗎 OK Maria Maria 師姐 我知道大家都很 對我們 Marinor的故事 或者歷史 有興趣 或者我們從那裡開始 好嗎 在1912年 是Mother Mary Joseph 就開始在紐約成立了 Marinor sisters 而去到1921年的時候 就有六個sister 就是響應 Marinor fathers的呼籲 就去中國做Mission Work 他們那時候就是沒有飛機坐 就只可以是坐軍艦去香港 有幾個sister就是繼續去中國 有幾個就留在香港 我之前都有聽過 那些sisters說 We go to where we are needed 是啊 那在2025年的時候 那些sisters覺得社會上有需要 就想他們辦學 他們就在俄士甸道他們的convent 就用了一間房就開始的 那時候就只有幾個學生 後來越來越多人要求他們辦學 那sister就是 和政府申請了地方 就批了街陰街的地方 給他們用的 嗯 哦 就是我們之前的校舍 是在俄士甸道那邊的 然後之後才搬來這裡的 是啊 哇 這張照片就很清楚了 看得到我們起校舍的時候的情況 亦都看得到before and after的那個 那個對比 哇 那些照片真的很珍貴啊 嗯 考考你們先 知不知道我現在手上 拿著這一樣是什麼來的 這個是在學校外場拆出來的磚? 嗯 嗯 知不知道嗎? 知不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 這塊磚在1992年 我們中學的Jockey Club Wing那裡 是用來建的 參考紐約Ossington那個建築 就是建了我們現在的舊的校舍的 而那時候的磚是從上海來的 嗯 紅磚屋是我們學校的signature 好漂亮的 我很多朋友都很羨慕我在這間城堡上學的 是啊 其實呢 除了出名紅磚屋之外 那時候呢 春天我們還有些什麼特色呢? 我知道 是不是磚屋花啊? 是啊 那時候呢 我讀書的時候 就沒有磚屋花的 那時候sister就種了一些 是矮的叢林的 而呢 他們又把它修改了一個 很圓波的 很漂亮的 但是後來sister就退了休了 那他們就改種了做磚屋花了 磚屋花真的很漂亮 尤其是開花的時候更漂亮的 是啊 現在呢 中學部的前輪都已經做了一棚花了 我也覺得它很漂亮 在這個停車場附近嘛 種了好幾棵的 很漂亮的 嗯